各位卖子学院的网友大家好 这一节我们学习输入框样式 那什么是输入框样式呢 就是我们经常在使用文本的文本框的时候 左边和右边经常需要一些小的图标和文本 那这会儿就用到Bootstrap的这个输入框的样式 那我们看一下输入框的样式效果 那我们在组件里边找到我们的输入框往下走 就这样的样式比如说在文本框前面有个猴头 右边有一个一段文本 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小图标 这个我们用输入框样式来什么呢实现 那么首先看输入框样式的基本用法 打开HPU点 新建一个WebSum 我叫CX13 然后我copy12里边的这个代码 就CSS和JavaScript的这个代码靠进来 就把我们Bootstrap的这个头导进来 打开Demo 把没用的这都给它删掉 H1 基本用法 怎么使用呢 注意看 首先我们给个DIV DIV呢加个样式 ClassInputGroup 说明这是一个文本框和小图标的一个组合 那Spy ClassInputGroup AndOn 就前面的这个小东西 前面的这个小图标或者是小文本这段东西 我们叫AndOn 所以加个AndOn 这地方呢 我们可以前面给一个猴头 加两 Spy 后面也加一个 ClassInputGroup AndOn 后面呢 点零零 然后呢 我们中间加一个文本框 Import TypeText ClassFormControl 占满这个容器 好 运行看一下效果 那就这样的效果 那我就放到container 占满全屏 大家可以用删格 来确定它的这个大小 那前面就出现猴头 右边就出现了一个 点零零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小图标来做 再来一个 Copy 那前面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小图标来替代 那找到我们这个文档 找到小图标 自己图标 那比如说前面给个人吧 Ctrl-C 那这个Spy呢 它是AddOn 当然它也是一个图标 好 保存一下 预览 这样的话前面就是我们这个自己图标了 可以用自己图标来替代 也可以给文本 都是可以的 好 这是我们输入框组合的基本用法 那么再看尺寸大小的设置 那尺寸大小的设置呢 这个也相对比较简单 那我们在这个外层这个容器上就用input group这个容器上我们可以加一个 复加一个input group large和sm large就大的 再来一个小的 这是中的 小的呢 我会用一个sm 这个呢 这个呢我们也可以不指定它的这个样式 不指定大小的样式 好运行看下效果 好 正好大中小 三个三个效果 好 这是我们尺寸大小的设置 我们也可以在复雪框上加这个 也就是我们也可以把一个复雪框作为这个and on 那这个我再给大家也是一个 好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Ctrl C 那我能错 Ctrl V 也就是我们这个and on呢 我不用小图标 我用一个复雪框 也就是by里边 and on里边我加一个input type等于checkbox或者radiobox都行啊 好 我们现在用行一下看一下效果 注意 这地方呢是出现了一个多雪框 这地方呢 我不要指定它的大小了 Ctrl S用心 好 刷新一下 这样的话这个and on and on里边就是一个什么呢 checkbox 当然也是可以是作为一个按钮都行 好 那么在按钮 我们让按钮作为这个and on 看怎么来实现 还是把这一段代码复制 或者我重写一下 或者我重写一下 HR 首先来个DIV DIV呢 我们给它一个样式 然后这个没有帮助了 从来 Ctrl S HR 好 它没有这个提示了 我重打开一次 我们要把按钮作为一个anon 这地方给一个spy 那spy的class呢 当然是 主要 这我可以给一个inputgroupbutton 那这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给一个inputbutton type等于button 这个按钮的名字上给个ok 注意这个add on里边不是一个文本 也不是个图标 而是一个什么呢 按钮 那么再加一个input typetext classformcontrol 好 保存用性一下 这地方有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呢 我们要给它一个样式 按钮呢 我们要给一个classbtn btn 比如说 dinger吧 这schmiss呢 就是inputgroupbutton里边的这个btn 这个样式 它自动会给你做成圆角 作为我们add on的这个样式 好 运行看一下 那这个add on呢 是个按钮 这个按钮可以点的 这个可以点的啊 好 这是我给大家讲 如何把按钮加成我们的add on 按钮加add on 要注意的细节就是 我们在这个spy里边 加的是inputgroupbutton 然后它里边呢 不是一个文本 而是一个什么呢 按钮 好 我们再看下拉菜单 按钮作为add on 我先讲一下分段的按钮作为add on吧 其实在这个inputgroupbtn这个样式里边 我们可以给多个按钮 注意看 Ctrl-C 两个按钮 三个按钮 至少给上三个按钮 给三个按钮以后 它会第一个按钮 它是一个圆角 左上 左下都是圆角 那后边两个呢 它会取消这个圆角 用心看一下效果 那注意看 OKOKOK 这是三个按钮 三个按钮连到一起 但是左 第一个 这边有圆角 这两个就没有圆角了 所以呢 inputgroupbutton 这个样式里边 可以允许有多个什么呢 按钮存在 可以允许有多个按钮 这多个按钮 自动向做我们的按钮组一样 做了我们的按钮组 好 这是我们的分段的按钮 作为我们的这个add on 那接下来我们看下拉菜单 按钮 作为我们的add on 也就是什么效果呢 用心看一下这个 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效果 因为我这儿 我出现一个按钮 当我点按钮 要出现一个什么呢 下拉菜单 点这个按钮 我要出现一个什么呢 下拉菜单 那我们再做一个 好 把它复制一下 连这个hr复制一下 Ctrl-C Ctrl-V 首先呢 我们有一个 import group的容器 然后呢 我们这个 呃 这个地方我们要是 要个按钮 所以把它给一个 嗯 button tap button class btn btn default 这个按钮呢 我们比如说给个action 这个import group add on 这个不用add on 这个用btn 这个btn里边允许有多个按钮 刚才也是过了 好 再来一个按钮 那这个地方呢 我不给按钮 给一个 spy class 等于s 等于s cret 小介统 好 我们用行一下 看这个效果 好 没有设上 啊 这个我这个spy 应该放到这个按钮 里边去 把这个小介统 放到按钮里边 放到这来 再用行 看一下效果 也就是这样的效果 其实我这个地方是一个input group btn 然后我这组合了两个按钮 相当于一个是action按钮 还有一个是这个下拉的这个借头 但是它是我把这个下拉借头 放到这个按钮里边了 当我点它以后 我要出现个什么呢 下拉框 你要出现下拉框 所以在按钮上我们要增加额外的几个属性 class里边我们加一个dropdowntogo 再加一个datatogo等于dropdown 那我们在这个按钮后边 我们就可以给加一个什么呢 嗯 加一个文管框了 加一个那个unri了 我想想 这个我应该用div把它扩起来 啊 spip就spip吧 这加一个unri了 unri了给个classdropdownmenu 那dropdownmenu里边 我们要出现列表 ahref 比如说项目 好 把这controlc controlv 好 运行一下 单击它 出现项目 大概就这样的效果 就是这个n 我们也可以作为一个什么呢 按钮的组合 这个地方其实组合了一个按钮和一个 小三角 所以看一下我这个代码 外层容器是个input group 那这个spip呢 它是input group button 大家可以把这个spip换成div 换成div 这是就是我们做按钮 第一个按钮 按钮里边有一个小三角 按钮里边有一个小三角 那这个按钮呢 支持点一下让它出现什么呢 下拉菜单 所以把这个和这个加上 好 然后呢 这个按钮完了以后 紧接着给按钮加一个什么呢 下拉菜单项 然后这个and on完了以后 这作为and on and on完了以后 我们再加一个什么呢 嗯 input 输入框 那将来我们就可以 比如说 选择它一个值 把这个值自动切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用jQuery 来可以完成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 好 那我们的这一节 也就是我们的输入框 就讲这么多 这以前的任务呢 大家把这个文档 看一下输入框 基本实例 我都给大家做过例子 尺寸的大小 还有作为额外元素 包括你看单选 多选框 单选框 作为我们这个and on 还有按钮作为and on 按钮作为and on 下拉框 我都给大家什么呢 已经实现过 这是分段的啊 这地方其实就是 组合了一个按钮 再组合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里边 加一个什么呢 小三角 那一样的 好 输入框呢 我们就讲到这